也有大概两层的同学是曾经有城市开发的经验 所以看起来基本上大概也接近在三分天下 不过中间可能多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是选择的是入门的同学 可能你就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再多练习一下 再来的话大家最有兴趣的不外乎就是这个 Python怎么处理的相关账 其实两者之间是互相互补的作用 不是说互相竞争 你学习的话尽量就是节长补短 因为有以Sale厉害的地方方便的地方 但它毕竟还是有些地方还是用滑鼠键盘 你要必须重复去敲重复去做 如果说你不希望重复做的话 恐怕你就是写一点城市 那当然你可以写VBA也可以写Python 不过VBA有一些地方还是功能不如Python这么强大 尤其像网路爬虫 比如说你要爬大量资料的话 那这一部分我觉得我用起来 还是觉得用Python写会比较简单 OK而且能做的事情相对更多 然后Python有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说它网路上面资源太多太多了 就是说有很多的外挂 那外挂数量超过一百万种 也就是你想得到的你要的功能 全部在它的伺服上面都有外挂 你只要学会的把外挂加进来 你就有这个功能 就很多一堆 超强的那跟没有关系 那那个比如说你今天想要什么 像最近用到如果你要下载YouTube影片好了 那以前你可能会去找一些软体来安装 那Python里面也有外挂 你挂上去之后你就可以下载YouTube影片了 而且程式大概就是十行 大概没几行叙述一下 然后你让它run一下 你的影片都全部下载下来 还有当然不用讲说其他的 像机器人现在很夯的 比如说机器人要听懂你讲的 然后所以呢在Python里面也有一些功能 就是它输入用麦克风 声音它直接变成文字 它会自动变文字之后 自动呢再到资料库找寻你的问题 然后自动判断说它要怎么回应 然后把它串接之后呢 它也有说话的那个相关外挂 这个Google做蛮多人 像很常听到的那个有人直接讲话 可是那声音有点怪怪的 那是Google的套件用的 就是直接可以再把你文字 再用声音的方式输出 OK 像的话实际上机器人的一些 重要的功能其实都有了 所以Python用Python来做 其实相对的简单很多 不过虽然简单 但是还是有很多东西要特别注意 那还有就网路爬虫 大家很想要学习 还有就是Python怎么处理档案跟资料库 这也是我们的重点 那其他还有基本语法跟那个结构控制 那OK 大概知道一下 再来的话大部分同学就是 可能还没有真的想要用在什么地方上面 所以基本上至少你入门了 之后我们再来看 所以第一个大概知道一下大家的程度 那第二个的话呢 刚刚有讲到懒人包 刚同学提到说画面跟我长得不一样 其实主要就是应该是这个切换 你这个有没有 右上角有一个这个 它的切换 可能变清单 可能变格状 另外的话 因为我有登录账号 你没有登录账号 可能也会有差别 那另外的话我还蛮建议啊 如果你云端不熟啊 你千万一定要花一点时间了解云端的使用 尤其像Google云端硬碟怎么使用 因为这真的太好用了 等于很多功能上面全部都有了 而且还免费给你15GB的空间 15GB哦 云端空间 那你可以做很多用途 像我刚刚这个问卷 是怎么做的呢 非常简单 三分钟就完成了 新增更多里面的Google表单就好 那你只需要什么 像我刚刚只有做几件事情 新增 取消一下 新增更多Google表单 那其实的话 建立好了 那里面的话呢 然后主要就是说给几个东西 包含就是我的这个 这个其实主要 就是放什么 这个问卷的问题 跟里面的副问题 就底下 这个可以不用放的 主要是这一个 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加进什么 加进我需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里面的话呢 包含什么呢 包含就是说你是简答题 还是什么 是段落就详细的 然后选择 不过其实我只有用到简答 选择 选择的话就单选 核选就是复选 我只用这三个 最后就把它变成一个表单 取得一个什么 这边有个眼睛 取得它的连结 然后并且把这一个 这个网址 让你们填写 不过这个网址太长 对不对 所以我又把它复制之后 把它变短 变短你打Google 缩短网址很多 我是用一个我觉得比较简单的 叫gg.gg的缩短网址服务 然后把刚刚那个网址怎么样 贴到这个gg.gg 有没有 这边贴上 然后shootern UI 就缩短了 它就会产生一个 有没有 那将来我可以给你这个就好了 另外它有一个QR Code 有没有 如果你要给人家QR Code 扫 它一扫 它就到那个表单 那填完之后 就到你的云端的试算表 那你就可以再把你的试算表 把它download下 像我刚刚这个试算表 也可以直接再把它download下来 download的话 当然你可以把 这边有个档案 可以把它下载成Excel 这边有一个下载格式 它可以变成Excel 你可以针对 这些东西再做一个分析 那整套流程 基本上完全不用写到程式 就可以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如果你对Google里面的东西 不熟的话 请你再花一点时间吧 还有Google不只是这些而已 云端说真的 我觉得另外Google蛮厉害一点 就是说它把AI也都整合进来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 AI目前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的话 其实你有时候去观察Google 现在做的一些功能 你大概就知道 像比如说像人脸辨识 它有Google相簿 像以前我们要整理相簿很麻烦 它现在已经帮你整掉 比如说我要找我儿子的照片 它会有个脸部辨识 点一下我儿子的照片 它历来从小到大的照片 全部按照时间帮你拍好了 而且还非常精确 脸部会变化 它居然还可以辨识出来 如果不能辨识 它会跳出来 请问这个跟这个人 是不是同一个人 你要选择是因为它有一个学习功能 现在很夯的叫深度学习 就是你要帮他学习 如果他有时候认不得 没关系你可以帮他辨识 就是电脑跟人互相帮助他 以后他就越辨识越正确 OK所以很多啦 还有什么 Google地图 Google地图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云端 YouTube就不用讲 YouTube现在应该已经慢慢 已经取代第四台了 对 那不过我觉得还有 那个年龄落差 不同族群 我像年轻人都不看电视了 都看YouTube了 那年轻人的想法跟这个不同年龄 跟上年龄层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真的会鸡同鸭讲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的媒体吸收到的讯息 来源完全不一样 有没有 真的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说那个好 一个是说他不好 而且是这有点像天差地别 所以还好我两边都会看 我可能中天也看一下 然后YouTube也看一下 发现这个同样是讲同样的事情吗 真的讲同样的事情 可是会有完全不同的判断 对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们没有经常看YouTube的同学 可以慢慢调整一下 OK 你会看到非常多不同的世界的来源的声音 OK 像现在年轻人很多 像我还蛮常看什么一个叫博恩的 年轻人 有没有 博恩夜夜秀 对不对 我看那个底下全部都做年轻人 真的看起来真的 博恩 博是博士的博 恩是恩惠的恩 应该都知道 有些不知道 不知道 没有 太多YouTube了 这个YouTube真的如雨后春笋般的 真的太多了 而且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算是你应该知道的一个议题 因为这些YouTuber即将改变整个世界 因为以后大家不看电视了嘛 所以他电视的影响力越越小了 OK 所以以后你要知道外面世界怎么改变 我建议还是去看YouTube里面的东西吧 OK 那还有其他的像Google地图 像Google相片 有没有 我刚刚讲的这个 我还蛮习惯用 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拍照 它会自动上传云端 那我回到家 我只要打开我的Google相片 那我两边就同步了 OK 那不过我还有个习惯 我会把相片放在我的地图里面 因为我会习惯就是说 记录我的生活 每天每天的记录 就是它会有个叫时间轴概念 就是你今天从哪边到哪边 要做什么交通工具 停留多少时间 等等的 它都帮你全部记录下来了 所以我如果回去要写一个邮寄的话 就很清楚了 比如说 而且我的Google地图 还蛮可以讲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练功练得还蛮高的 因为你的贡献 它最高 它有加入一个叫在地想岛活动 第一个等从第一级到第九级 最高到第十级 我现在离最顶级 只差了 不过它分数要到十万分 我已经六万九千分了 OK 应该比我更高分的 在台湾应该很难找到 应该印象中是有啦 不过不多 OK 所以那为什么做这些事 有些同学说 老师你做这些能够赚钱吗 开心就好了 很多事情你不一定 而且呢 我会蛮习惯 做一些评论的啦 比如说去哪边吃哪边玩啦 有没有 你会发现我还写这么多 而且你看我最近去哪里 去屏东嘛 然后会写游记 有没有 写这么多 我写最多这边还要写这么多 哦 写这么多 你看哦 我写这么多 这么多事情 对 对 对 那你还挺好 看不看这些是这种 对啊 其实 对啊 其实 声音读进去它就变成了 没有没有没有 反正 所以有时候 其实你要利用索罪时间 很多时候发现 你 你本来有时间 你为什么不写 你本来不想 你不记的话 就没有了嘛 对 所以我一坐下来 不是坐火车好了 一上车坐下来 先脑袋先思考一下 然后哒哒哒哒哒哒 打完 哒哒哒哒哒哒哒 有没有评论一下嘛 会很难吗 不过是一种习惯 你要做不做而已啦 对不对 你做就马上有 你没有就没有 而且 像我的影片 我的相片 上传现在 总共有一万多 不 看 对 我的相片大概传了一万多张 然后我总观看次数 大概一千七百多万个观看次数 就是看我相片的 有一千七百多万次 就是人家看地图 然后也会点我的相片看过 我看一千多万次 哇 吓死人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看 所以这也引起我一个动力 有人看 那我就想 好吧 那我就多分享 有人看 我就多分享 另外当然他也有个诱因 就是说他可以让我到第十级 不过他有一个陷阱 想说我第十级要干嘛 他会这样 OK 不过他其实每一年都会在加州 开一个在地祥导大会 然后我有收到邀请函 对 请我到加州去参加 而且机票时数 他们全部包了 OK 不过我这一年我是没有申请 因为我觉得时间可能也没那么多 而且过去的话 他还有个诞书 他是说 如果你要参加那个大会的话 你的发言 全程都要英文 哇 不过也是种挑战 对不对 像不过下一个月 等于这个月的那个 有个YouTube的创作者大会 我是有参加 我本来没有报名的 结果有个小朋友 他就是在网络说 他觉得他很想参加 他没办法参加 我就觉得这什么东西 后来发现 还蛮有趣的 主要都年轻人 去了解YouTube 怎么去创作 怎么去用 因为他至少要5000个订阅 订阅人就一定要5000 然后后来我们5000很困难 我会看 你们可以看 我订阅人数现在27000 OK 我已经超过很多了 不过我的频道里面 不是像他们那种影片 他们影片都是要加字幕 然后要搞笑 然后要拍的美美的 然后一些特效等等 我都没有 我都放教学而已 就这样 完全不同类型 不过至少就是说 你至少可以了解年轻人 到底他们在想什么 真的差太多了 我没有特别去了解 我都不知道说 原来有这一回事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主要就是说 让各位多去了解Google 到底现在变化了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也许都可以去试用看看 OK 好 那我们言归正传 回到我们的课程里面 那待会请各位 再来帮我到云端 懒人包里面 下载这两个 那下载完之后 帮我把这两个档 因为我这边东西有点弄 等于老师都一起用 所以我把它按日期排序好了 那会找到刚刚这两个 我下载的 还有这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两个 OK 这两个 那待会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把这两个放到低碟底下 OK 低碟底下做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帮我按右键 它会出现解压缩 用RAR 请你解压缩 致辞就好 不要选解到里面 因为它本身就有资料 你就不用 你就待会按右键 解压缩致辞 这边好像已经有解了 我把这个先删掉 我把它重来 因为之前我们也 在这边上过课 旧的东西都还在 如果你有旧的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就先把 之前的 你检查一下低碟里面 有没有这两个东西 有的话你就把它砍掉 砍掉之后的话 你再重新解压 因为我们要重新再来 之前有人做过的 那你就 把它重新来过 然后 按右键 解压缩致辞 第一个叫 Python3732 第二个是Eclipse的Python 然后一样把它解压缩致辞 OK 不过它会花一点时间 那请各位先帮我处理完 那待会我再教各位怎么样把这个环境弄起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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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